军训室友是小网红 他自称天生丽质白富美 嘲笑我又穷又丑 可他的脸是借了高利贷 求我妈整出来的呀 削脸龙鼻开眼角缩下巴 全脸动刀 只差换头 咿 军训那天去山里报道 我穿了件宽松运动衫 素面朝天 推着箱子进宿舍 一个女生正在描眉 大眼睛尖下巴 正宗网红脸 他嫌弃地看了我一眼 你走错门了 几道审视的目光 从不同方向射向我 没错呀 我家门上贴了纸条 正是宿舍人员名单 你是张子倩吧 你认识我 他细没一条 认识 我肯定地回答 岂止是认识 简直是印象深刻 两年前 张子倩因为长相奇特 经常被同学欺凌 退了学 他父母借了高利贷 千里迢迢恳恳求我妈帮他整形 我妈是整形界大咖 自己开了几十家连锁整形医院 平时做做技术指导 不再亲自手术 她的脸难度太大 普通医生不敢操刀 守着我妈办公室 哭了好几天 我妈见她可怜 亲自帮她做了手术 手术很成功 脸蛋五官 全部回炉再造 焕然一新 考虑到她家庭困难 我妈只向征信 收了点材料费 张子倩千恩万谢 声称要经常来感谢我妈 出院没过几天 就把我妈的联系方式 全面拉黑 上个月 我刷到一个直播网红 叫做天生丽质倩公主 问我妈 这是张子倩吗 是她 她的直播 正在分享 从小到大当笑花 是什么体验 顺带讽刺了一把人造美女 紧接着进入正题 开始直播卖包包了 宝子们注意了 倩公主带你们实现包包自由 LU 香兰 爱马仕 200块一个 通通200块一个 LU 200块 我妈跟我都哭笑不得 脸是假的 笑容是假的 包包是假的 看上去粉丝也是假的 粉丝们发言踊跃 热热闹闹 点开她的带货链接 卖出去的寥寥无几 张子倩的直播间 一整个虚假繁荣 简称虚荣 二 张子倩抱着手臂 居高临下审问我 你认识我 所以是我直播间粉丝 跟我学过化妆穿搭 咋还这么土呢 她嘚瑟起来 以为所有经过她直播间的人 都是粉丝 哪怕只看了几秒钟就划过 也应拜倒在她十六群下 看过一次你直播 抱歉 不是我的菜 我没抬眼皮 淡然回答 不满意我的冷淡反应 她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妒忌 一个叫琴琴的女生 满脸微笑 出来或稀泥 不说那些了 咱们先照个合影吧 拍完照片 紧紧把我拖进宿舍微信群 发了宿舍合影 张子倩连续发了几个作偶的表情 重新发了一次合照 这次的照片上 没有我 终于把抱撮屁掉了 现在这颜值水平 才够发给男生宿舍看 之前那张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恶心 张子倩在群里吐槽 她的两个跟班立马响应 跟班甲问 倩姐 什么叫抱撮 跟班乙热心解答 话说女娲娘娘造人 心情好就精心雕琢 做出的脸蛋像艺术品 就好比我们张子倩同学 女娲娘娘如果心情不美丽 发泄情绪暴撮一顿 撮出个丑八怪 就像某些人 跟班甲 哈哈哈哈 这个比喻简直了 话说我知道某些人是谁 跟班乙 谁不知道啊 看见她就烦 又丑又土 污染眼球 没有在群里跟着起哄的 只有琴琴 我在群里默默敲了个 发现自己的群腻撑 被改成了颜值地板砖 我捏紧了拳头 琴琴拉住我 忍忍吧 辅导员是她干哥哥 干哥哥 好幼稚啊 我深吸一口气 在群里平静地回复 有些人靠脑子吃饭 有些人靠脸吃饭 大千世界 物种多样 请互相理解 张子倩不买账 迅速杠起来 所谓靠脑子吃饭的女生 永远也体会不到 颜值带来的优势 白雪公主往那一站 啥都不说 猎人见了她就心软呢 或 有了几分姿色 就当自己是白雪公主了 太会给自己贴金了 我没在理睬 随即点了退群 道不同不相为谋 军训短短二十天 我没必要跟他们掰成 三 出门接了个电话 回来听到一阵喧哗 张子倩带着两个跟班 围住了琴琴 叫嚣琴琴偷了她口红 琴琴委屈的直摇头 眼里含着泪花 见我进来 琴琴辩解 我从没见过那只口红 不知道谁放我包里的 跟班假怒喝 在你包里搜出来了 人赃巨货 还狡辩什么 跟班以威胁 给你个机会 公开道歉 跟某些人划清界限 否则 我们发朋友圈 宣传你的丑事 事情再明白不过了 琴琴被刁难 是因为没有伙同他们来针对我 对我阴阳怪气可以忍 但欺负我朋友不能忍 我走过去 握住琴琴的手 别怕 我相信你 冷静地对张子倩说 这事很简单 燕指纹就可以 所以报警吧 没达到立案金额 报警没用 张子倩很得意 那就找专业鉴定机构吧 我正好认识一家 我白了他一眼 准备拨打电话 如果鉴定结果出来 琴琴没拿过你口红 污蔑栽赃同学的行为 我们也要宣传出去 张子倩疯狂对两个跟班实眼色 跟班甲一拍脑袋 恍然大悟 瞧我这记性 可能是我不小心放错地方了 那个 抱歉啊琴琴 张子倩假惺惺笑道 都是好事有好同学 一场误会 一场误会 他们轻描淡写道了歉 算了 说误会就是误会吧 琴琴稀释宁人的性子 懒得跟他们纠缠 不过 我似乎从张子倩身上 闻到了我防晒霜独有的香味 难怪我防晒霜用那么快 军训才几天 很快见底了 军训太阳大 女生都带了防晒霜 防晒喷雾 我的洗护用品 是我妈找顶级护肤品商定制的 一套二十多万 镀金相钻 华丽璀璨 非常吸引眼球 取出来一瓶瓶摆在床头的时候 我感觉张子倩在瞅我 她投来的目光复杂 表面笔疑 实则艳羡不已 她试探性地问我 护肤品从哪里买的 我本着低调的原则 说是远房亲戚送的 她脸上恢复了笔疑的神情 远房亲戚吗 再富裕也改变不了 我是穷人的事实 我的防晒霜效果特别好 清爽透气 张子倩肯定不会只偷用一次 四 第二天一早 我大声邀约琴情 一起去小卖部 其实就站在楼道不远处 从门缝里观察他们的行动 果然 张子倩鬼鬼祟祟偷拿我的防晒霜 挖了两大勺抹脸抹胳膊 甚至还抹了脚 我走进去 直接了当发问 谁允许你用我东西 张子倩愣了片刻 高冷地甩脸子 我需要谁允许 啊这 扑面而来的傲娇范 真把自己当公主了 张子倩不再说话 该她的两个跟班披甲上阵了 跟班甲阴阳怪气 小雨 你用不着防晒霜吧 你不是说 自己不靠脸吃饭 是靠脑袋吃饭的吗 跟班乙不甘示弱 倩姐是在帮你检验 看你的防晒霜好不好用 倩姐不收你钱 免费帮你试货 你别不识好歹 这话给了张子倩启发 方便借颇下驴 她眼珠子一转 装模作样下个结论 小雨 我检验过了 你这防晒霜瓶子好看 效果很一般 还伤皮肤 劝你别用了 怕回脸呢 女孩子的脸很重要的 好家伙 明明在偷用我的东西 经过他们三人胡乱狡辩 竟成了帮我忙了 我真的会泻 我装傻冲愣 微笑以对 顺着他们的话暗讽 你们说的有道理 金玉其外败蓄其中的东西 最叫人闹心 场面忽然尬住 他们搜长瓜度想反驳 我又说道 这瓶防晒霜的确不值什么钱 便宜货 才两万一瓶 几道目光聚焦在我其他的护肤品上 我看过他们的洗护用品 都是大众牌子 全套五千以内 他们肯定没想到 我一瓶防晒霜 要值两万块 我卖悠悠巴拉那堆洗护用品 拿起一个流金蝴蝶花纹 外观像洗发水的大容量瓶子 亲戚跟我说 这堆瓶瓶罐罐里 就他最值钱 一分钱一分货 想必质量不错 他们没说什么 眼神粘在了那个瓶子上面 夏尔成功 不用说张子倩打定主意 要霍霍那一瓶了 然而 我展示的那个瓶子 只不过外观长得像洗发水 如我所料 听到卫生间传来了张子倩的尖叫 啊 我刚染的头发怎么全褪色了 要怎么出门见人啊 他刚洗完头 张牙舞爪朝我扑过来 被我轻轻挡开 见公主 你再帮我试货呀 这瓶褪色剂效果不错嘛 头发都洗白了 张子倩气得两眼喷火 见人 你拿褪色剂害我 我冷哼一声 也遇到这谈何说起 不仅我同意用我东西 还想倒打一耙 再说了 堂堂倩公主 竟然不认识瓶子上的英文啊 漂亮的大眼睛白长了 张子倩的脸红了又白 白了又红 她头上裹着毛巾 在直播间里对着粉丝哭了很久 音音 遇到黑心店家染坏了头发 谢谢宝贝们的安慰 黑心店家 这吹牛不打草稿的本事 我是佩服的 五 军训第一项 太阳下占军资 个子从高到低排队 张子倩在我和情情中间 前几天下过一场雨 不那么炎热了 有点凉风吹着 风轻气爽心情好 如果张子倩不作妖 那是不可能的 教官叫林萧萧 很年轻 是我们的同龄人 眼眸漆黑 眉宇刚毅 头发浓密 挺拔得像松柏 林萧萧有点害羞 不主动跟女生讲话 女生们叽叽喳喳 议论不停 教官好帅哦 看得我心都化了 听说是上一级的国防生 成绩超好 身体倍棒 颜值极高 可惜家里没钱 大部分国防生 都是冲了免学费去读的 没钱咋啦 又帅又温柔 还要什么自行车 张子倩转过去 化身侠女 用正义的声音称怒道 吵什么吵 没见过帅哥吗 教官是来教我们军训的 不是让你们打忘的 你们一个个那么花痴 丢我们表演戏女生的脸 这一番正义凛然的话 竟然出自张子倩之口 他转性了吗 我们不敢相信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教官走到我们身边 张子倩仿佛误实了石箱软骨伞 捂着额头 虚弱的喘气 糟糕了教官哥哥 我头好晕 可能中暑了 话还没说完 就靠着教官的肩膀晕倒了下去 教官面露蓝色 扶住了他的肩膀 抱也不适 放也不适 对我递了个求助的眼神 说时迟那时快 我赶紧接过张子倩 往肩膀一扛 跟教官说 我力气大 背他去医务室 就不麻烦教官了 去医务室的路上 张子倩在我耳边小声叨叨 丑人多作怪 你敢敢坏我好事 今后有你好看 我没搭理他 头皮一阵锐痛 张子倩在抓扯我头发 他力道用得大 存心想把我头皮掀起来 先动手了是吧 我生平最不怕的 就是动手 从小被我妈送进武馆 东练三九下练三福 八个壮汗都打不过我 别说一个张子倩 我狠狠地掐了几把张子倩的腰 他尖叫起来 疼得一声站在地上 我没忍住 扑哧笑出声 张子倩不晕了呀 装晕的呗 想找机会勾搭教官 张子倩装晕 躲避训练 态度不端正 教官罚他跑五圈吧 刚才被他怒吓过的女生们激动起来 趁机给教官提建议 教官帅没紧皱 怎么能够罚他跑五圈呢 张子倩没开眼笑 凑到教官面前 交滴滴连声道谢 谢谢教官哥哥对我的照顾 还是教官哥哥理解我 教官眉头一皱 连退三步 闪到我身后 嗨 真是个害羞的美男子 张子倩笑脸一垮 教育我 我说过什么来着 男人见着漂亮女孩子都会心软的 可惜 你这辈子都没机会体验 我还没说完 教官打断他的话 跑五圈不够 我轻易不罚人 要罚 就不能轻描淡写 张子倩 跑十圈 六 张子倩洗体跑操场十圈 累得呲牙咧嘴 他回宿舍摊在床上 脱了脏衣服 命令我给他洗 我心里暗自发笑 这人好大的脸 感情是把我当保姆了 还是免费的 我给你洗衣服 凭什么 他张开双手 欣赏贴满水钻的指甲 做了美甲的鲜鲜玉手 是干活的手吗 你指甲丑就多洗点 多简单的事 我没理他 继续低头玩手机 忽然 一件酸臭的衣服 砸在了我脸上 他在太阳下跑完十圈 汗臭味和香水味混在一起 衣服的味道叫我作呕 我把衣服回扔给他 绊到了他指甲 张子倩叫扬起来 疯了吗 姑奶奶的指甲弄坏了 你拿什么赔 疯 你还没见识过 什么叫疯 我冲过去 扣住张子倩的手腕 一根根掰开他手指 用剪刀比划着 他想把手抽回去 然而纹丝不动 我牵得更紧了 张子倩脸色发白 两个跟班领会一图 激情开脉 跟班甲 倩姐 咱们要多体谅小雨 咱做一次指甲的钱 够他一星期生活费了 跟班已附和 穷何丑 沾到哪个都要命 有的人投错了胎 全遇上了 倩姐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小雨吧 他不是故意不做美甲 感情这两人 是在帮我向张子倩求饶 求饶之时 还要话里话外 讽刺羞辱我一番 有没有搞错 你别乱来啊 我不跟你计较 原谅你了 松手吧 张子倩声音发抖 不会乱来 就帮你的新鲜御手 剪个指甲 我从容地剪掉他两个指甲 捏着他的指甲 对着窗户看了看 橙色不错 建议倩公主表起来 挂在墙上慢慢欣赏 故意把婊子念得又慢又重 他们的表情精彩分成 张子倩没想到我真敢捡 愣了一下子 继而痛哭流涕 给辅导员打电话告状 辅导员马不停蹄 赶到我们宿舍 劈头盖脸对我一顿教训 陈小雨同学 你人瞅家穷 妒忌心强 劝你别跟白富美攀比 早点接受自己不如人的现实 不然今后有的是苦吃 训完之后 对我发出灵魂三问 陈小雨 你知道自己的行为多恶劣吗 你知道我们的校规是什么吗 你知道军训期间该做什么吗 支支吾吾 说不出个所以然 校规第十条第八款明确写了 学生在军训期间 不准化农妆 染头发 做指甲 这个规定 导员是没看过 还是视而不见 所以导员 你是记不住校规 还是网顾校规 维护自己的干妹们 记不住校规 不符合当辅导员的要求 维护干妹妹 就是训思包庇 辅导员无论怎么回答 都是坑 宿舍瞬间压却无声 张子倩满脸账的通红 按校规 张子倩同学的行为 应该受到处分 在我的帮助下 她彩色头发洗掉了 长指甲剪掉了两个 你们兄妹俩 是不是该感谢我 辅导员没再说话 我又真诚发问 张子倩剩下的几个长指甲 导员觉得该怎么处理 辅导员没办法 要求张子倩当即剪掉指甲 黑着脸溜掉了 张子倩哭哭啼啼剪掉了指甲 对我哼了一声 别高兴太早 以后日子长着呢 气 我哼着小群洗完自己的衣服 晾到阳台上 早上起床 看到我的迷彩服 泡在地上脏水里 他们几个正捂着嘴怪笑 看来对他们还是太客气了 谁干的 有胆子扔我衣服 就自觉点赞出来 那么凶干嘛 你的衣服没亮闻 我一碰 他自己滑下去了 张子倩假惺惺说 这么说 是我一架的问题 我故意把话题引向一架 还又说 张子倩摸了摸我的一架 直摇头 你这一架 是在地摊上买的吧 质量太差 连个品牌都没有 挂不住衣服的 给你看我的衣架 意大利奢牌 我瞧了眼他所谓的奢牌衣架 由衷赞美 你的衣架我见过 价廉物美 我宝姆家就用这种 价廉 宝姆 口气好大 你的衣架多少钱一个 黄花梨木的 也不算很贵 一个衣架一万多吧 室友们都微微一挣 该张子倩的嘴涕出场了 两人不知道说什么好 一万多一个的衣架 已经超出他们认知了 只好努力搜寻 有关黄花梨木的记忆 跟班甲说 黄花梨木衣架 有点眼熟 欠姐直播间卖过 跟班乙 对 欠姐直播间卖过 记得价格也不贵吗 才几百块钱一个 有的人牛皮吹上天了 那就有意思了 几百块钱一个 绝对不可能是真货 我打开手机 找到张子倩的视频号 果然有一条 拾木衣架链接 号称黄花梨木 跟我的衣架有几分相似 对于不识货的人 也许能以假乱真 但这骗不了我的眼睛 放大了看 她的所谓黄花梨木 实际是花梨木 一字之差 价格天差地别 我盯着张子倩的脸 对她扬了扬手机 听说最近网红翻车挺多的 有的偷税漏税 有的卖假货 俗话说 假的真不了 真的假不了 你带货的衣架 究竟是黄花梨木 还是花梨木呢 你别乱说 她急红了脸 不说可以 把你衣服拿给我穿 谁弄湿的 谁负责善后 迫于无奈 张子倩把自己的 干净迷彩服拿给我 换上了那件 湿漉漉的衣服 吧 正不千里 始于端腿 不得不说 军训最累的是走正步 没有经过专业训练 我们下盘不稳 走起来摇摇晃晃 教官要求 一遍遍重复训练 出了一身大汗 我们基本上学会了正步 除了张子倩 张子倩在我和情情中间 每走一步 甩臂时都要打我们的手 左打一下 右打一下 下手挺重 不一会儿 把我的手背打红了 我揉揉手背 他朝我翻了个胜利的白眼 好家伙 他不是学不会走正步 而是故意不走直线 休息的时候 秦晴问我 张子倩装作不会走直线 故意打我们的手 要不 我俩也假装不会走 去打他的手 算了 这样不合适 我想了想 训练是严肃的事 他故意装怪 我们有别的方法 不一会儿 教官提醒 走正步 是为了展现咱们的精气神 某些同学注意一下 他没理睬教官的提醒 依然左摆一下 右摆一下 像跳舞一样走曲线 我跟秦晴对视一眼 突然加快步调 昂手挺胸向前迈步 成功地把他挤出了队列 张子倩的脸刷得红了 委屈得告状 教官 他们挤我 不是他们挤你 分明是你在挤他们 所有人都在往前走 就你像只鸭子摇摇晃晃 教官说的话 打开了自己的思路 张子倩 你走正不像鸭子 不如去练习鸭子波 鸭子步要保持深蹲姿势 慢慢走 没经常锻炼的人 走鸭子步很辛苦 腰疼腿疼膝盖疼 练这个男生都畏惧 听到走鸭子步 张子倩脸都绿了 大叫 导员哥哥救我 辅导员赶过来 满脸堆笑 对教官套近乎 小林教官 训练辛苦啊 张子倩同学啥都好 就是从小不会走正步 人吗 时有所短 寸有所长 他不是有意乱走的 你多担待 别处罚呀 导员开口了 那就不乏了 教官说 正想跟你商量件事呢 校长的意思 军训总结会上 要选几个走得好的同学 参加护其方正 我选了几个走得好的同学 你看看行不行 选上的同学 包括我和秦秦 当然没有张子倩 辅导员懊恼的一拍脑袋 失策了 他显然不知道 选人走方正的事 才当着大家的面说 张子倩从小走不好 不过他反应快 马上找了个理由 选人不能只看步子走得好 还要看形象 你觉得呢 教官无语 让他直说 那我就直说了呀 张子倩长得漂亮 形象好气质家 他扫了我一眼 比如陈小雨 他虽然不乏还可以 长相太一般 跟张子倩同学的形象 差距太大 如果把张子倩 换成陈小雨 就是给咱们学校降档次 丢的是校长的脸啊 教官坚决的说 不行 选谁也不能选张子倩 他拿出手机 给辅导员播放 我们走正部的视频 又把视频展示给同学们看 选张子倩 你们觉得合适吗 张子倩过于引人注目 不适合走方阵 张子倩的水蛇腰太出戏 太不严肃 会闹笑话 咱们是穿着迷彩服 去走正部 而不是穿着旗袍走秀 教官对着辅导员一摊手 你都看到了 大家不同意 我们训练走正部 要的是正气凛然 精气神十足 漂亮没用的 要是执意推荐张子倩 算不算一意孤行 辅导员没办法 兴兴而去 回到宿舍 张子倩把茶杯狠狠砸在桌面上 咬牙切齿对我说 有啥了不起 走正部就是花拳秀腿 做做样子 没什么实际用途 有本事 明天的射箭训练 你跟我PK 张子倩的老家在草原 马背上长大 从小练习射箭 这方面 她的自信有底气 不过 她小看我了 我爸爸是历史系教授 从小让我学习传统文化 离 月 摄 玉 书 书等君子六亿 皆有所涉猎 假期离 爸爸还带我去狩猎场打过猎呢 我轻松地回答 不就是射箭吗 比就比 先说好 谁输了 请大家吃饭啊 就 射箭是新开的项目 大伙都很期待 场地在一片荒废的菜地旁边 前面郁郁郁郁 大片森林 人际罕至 同学们跃跃欲试 想拿着弓箭一盏雄风 没一会儿就垂头丧气 大多数同学第一次射箭 不知道规则 频频拖把 女生们力气小 拉了两次弓就筋疲力尽 自己玩不尽兴 大伙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我和张子倩的比赛上 还没开始比 里里外外就围住了好几圈 秦秦揉着手腕劝我 你不知道 那把功臣的要死 我花了吃奶的力气才拉开 小雨 我劝你别比了 教官也走过来 今天训练的所有班 女生还没有一个人打中吧 你要放弃也行 不丢人 张子倩鼻孔朝天对我说 你要放弃也可以 当着大家的面 给我磕三个响头 叫我一声老大 做你的春秋白日梦吧 废话少说 比就是了 张子倩缓缓拉满弓 也拉满了情绪 大家投来崇拜的目光 自己虽不会射箭 在电视剧里见得多 都能看懂 他拉弓的姿势非常标准 跟其他女生云腻之别 大家平住呼吸 看他射箭 六环 九环 七环 没有一次拖把 射完十二支箭 平均成绩八环 这成绩超过现场所有人 在场人惊呆了 随即开启吹捧模式 跟班甲 倩倩姐太完美了 有言有钱有实力 跟班乙唱歌跳舞小提琴 现在又加上了射箭 妥妥的天选之女 跟班甲 倩倩姐可以直播射箭 给粉丝们看呀 还有多少惊喜 是我们不知道的 跟班乙 岂只是直播射箭 倩倩姐起码射箭 无意不惊 妥妥的电视剧大女主呢 笑死 马屁都派出花来了 还得竞争呢 跟班甲乙围绕在张子倩身边 自然是有目的 指望在张子倩 做直播的时候露个脸 当个小网红 教官招呼他们安静下来 给我一个鼓励的眼神 让我上场 我沉下心 深呼吸了几口 握弓 搭箭 勾弦 开弓 瞄准 放箭 箭矢嗖嗖飞出去 七环 八 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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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状态越来越好 十二支箭很快射完了 平均成绩竟然高达九环 这个成绩比我预期的还好 教官宣布 本次比赛 陈小雨同学胜 同学们鼓掌欢呼起来 膜拜大神 大神 可以教我射箭吗 小雨好帅呀 爱了爱了 张子倩垮着脸 问我 快说 你搞了什么鬼 笑死 众目睽睽下 全程公平的比赛 我能做什么手脚 他含着泪光 要求加世一次 我毫不犹豫同意了 加世就加世 这次我先来 我冲大家挥手致谢 又拿起了一支箭 摒弃凝神 从容射出 然而 这支箭肉眼可见射偏 拖把了 张子倩喜出望外 现圆形了 拖把 才是陈小雨真实水平 给我比了个大拇指 十 我大不留心走过去 拎起了一支重箭的兔子 兔子脚尖撞硕 一看就是常在山间奔跑的野兔 众所周知 设活物 比设靶子难多了 我又赢了 赢得光明正大 教官 我申请帮厨 请大家吃顿兔肉吧 军训的伙食很差 馒头配咸菜 连的荤腥都没有 大家都直呼嘴巴蛋的受不了 我从小嘴馋 喜欢自己捣吃美食 批准 没想到 这么快能尝到你的手艺 教官看我的眼神 颇有些惊喜 打算做什么兔 手撕烤兔吧 特别香 兔子只有一只 怕每个人分不到多少 不如做泡椒兔丁 好是好 臣妾做不到啊 教官的提醒 我不是没考虑到 但是做兔肉我并不擅长 泡椒兔丁这个提议 着实为难到我了 我来吧 你打下手就行 教官熟练的切丁 考虑到吃的人多 他将兔肉切成均匀的小块 配料 腌制 翻炒 颠勺 大盘泡椒兔丁新鲜出锅 香味扑鼻而来 我直咽口水 鲜肠为快 味道不输五星级酒店 一通操作下来 我只帮忙包了个蒜 扮着美味的泡椒兔丁 同学们连干几碗饭 吃得心满意足 晴晴倒了茶水 带着大家举杯欢庆 大家都敬小雨一杯 跟着小雨有肉吃 大家纷纷以茶代酒 举杯相碰 快乐地畅想 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 张子倩忽然一惊一炸尖叫起来 兔兔那么可爱 咱们为啥要吃兔兔 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老掉牙的绿茶台词 他也不知道换换 教官严谨一概回答 因为香 张子倩满心欢喜地盯着教官 教官哥哥 你喜欢吃兔子呀 我老家特产麻辣兔 比这个好吃一万倍 下次带给你吃 张子倩想贬低我的手艺 他却不知 兔丁是教官亲手炒的 大可不必 教官连连摆手 冷笑着对他说 有句话叫端起碗吃饭 放下碗骂娘 今天这兔肉 你也吃的不少 要不要先吐出来 再对小宇挑三减四 他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说 他就请大家吃兔肉 有啥了不起 我才不会请人 吃这么便宜的东西 这话提醒到我了 我问张子倩 按射箭比赛的约定 输了的人要请大家吃饭 你请大家吃什么饭 说出来 让大家见见试面呗 军训结束后 我请大家去擒霸火锅聚餐 张子倩大声说 擒霸火锅 是重庆有名的网红火锅店 味道和环境都不错 价格不菲 听起来很是体面 外地来旅游的人 几乎都会去擒霸火锅店打卡 请全班同学吃一顿擒霸火锅 少说也要花掉几万块钱 同学们露出向往的神色 张子倩的两个跟班抓紧机会 开始造势 说什么擒霸火锅店 才能彰显张子倩的网红格调 听上去很诱人 但这不符合张子倩的风格呀 一个偷偷用我防晒霜的人 会突然大方道 请所有人吃火锅 怕是有诈 我疑惑地问 当着大家的面多问一句 你请我们吃火锅的意思 是我们不用花一分钱吗 张子倩搪塞不过 满脸善笑 从口袋里拿出一打带金券 那个 我去店里争取了七折带金券 咱们先AA 再用券 也相当于我请大家吃饭了 她的两个跟班鼓掌欢呼 夸张子倩大手笔 却没人响应 教官面露嘲讽 这叫什么请客 只说是促销吧 同学们接连开队 就是 在团购网上有五折券 谁用你去争取七折券呀 这两折的差价 都要进你的钱包吧 赚钱都赚到同学身上了 要点脸吧 这种同学 咱们不要来往 张子倩笑容僵调 心态爆炸 撕心裂肺吼叫 不吃算了 谁喜欢请你们 不来往也算了 跟你们来往有什么价值 不如去直播间 找我的粉丝聊天 还有钱赚 11 张子倩说到做到 回寝室就上网直播 她换了件粉红色的公主裙 把美颜开到最大级 搔手弄姿一阵狂舞 一边跳舞 一边对着摄像头摸摸的 哥哥弟弟大宝贝叫个不停 那个 麻烦你把声音关小点 我也要做学习直播 需要安静 我提醒 学习直播 哈哈 那是什么糟贱玩意儿 能挣钱吗 她颇为诧异 虽然夏虫不可语兵 我还是耐心给她解释 我做学习直播 不是为了挣钱 是给小朋友们 免费辅导学习 跟班甲开始阴阳怪气 当然要免费了 不免费 也没人看呀 有些人靠头脑吃饭 月薪三千 我们倩公主 靠脸吃饭 年薪千万 为了严谨 她补充 未来年薪千万 未来年薪千万 一个亿也行啊 吹牛谁不会 跟班甲有这样的想法 很显然 张子倩给她画过大饼 难怪她每天 一副打着鸡血的样子 秦秦恳恳当张子倩的狗腿子 我想了想 问跟班甲 未来倩公主年薪千万 你如果跟着她 是不是至少年薪百万 那当然 流量就是财富 你这么相信她 她给你看过账单没 现在究竟正多少 跟班甲愣住了 张子倩的脸色 变得非常难看 妒忌使人丑陋 陈小雨 你休想挑拨我们的友谊 我的榜一大哥 说不定就是亿万富翁高富帅 经过我一击 张子倩把打赏金额秀给我们看 打赏者寥寥无几 但榜一大哥 给她打赏了很多次 累计超过十万了 榜一大哥 每次我直播都准时打赏 这就是颜值的魅力 你们丑女 永远都体会不到的快乐 等等 那榜一大哥的名字和头像 为啥那么熟悉啊 她头像是个葫芦娃 名字叫小葫芦巴 我想起了小表外甥庆庆 庆庆是个葫芦娃迷 有次怀旧 我们几个表姐妹 看了一集动画片葫芦娃 旁边的庆庆痴迷住了 看得津津有味 还给自己取了个花名小葫芦巴 想加入七个葫芦娃的阵营 成为第八号葫芦娃 赶紧给表姐打了个电话 果然 张子倩的榜一大哥 正是我年幼无知的表外甥 表姐把她教训了一顿 那孩子哇大哭 电话里 我听到表姐问她 为啥要乱花钱打赏 小外甥奶生奶气回答 因为我喜欢看葫芦娃动画片 直播的阿姨长得像蛇精 原来如此 表姐找平台申诉 未成年人高额打赏主播的 按要求全额退款 张子倩的十万块 还没午热又飞走了 张子倩不知道对方是未成年人 没有恶意诱导她打赏 所以平台没有封进她的直播间 只对她批评教育了一顿 室友们都觉得好笑 两个跟班也对她没那么热情了 张子倩那所谓的榜一大哥 竟然是个小学生 亏了她叫滴滴叫了那么久的大哥 12 张子倩备受打击 梨花带雨给辅导员哭诉 辅导员赶紧上门来安慰她 给她带了个好消息 军训结束后 学校要办一个汇报演出 汇报演出的排场挺大的 请了地方电视台的记者和一些军嫂 除了走方阵 还有大合唱 合唱人数多 不必筛选 我们宿舍的女生全都上 张子倩问 具体唱什么歌呀 我好准备准备 辅导员 听说有黄河大合唱 张子倩问 我能当领唱吗 辅导员 校长说 本次不设领唱 张子倩匹撇嘴 不当领唱 多没意思 大家合唱完了几首歌 校长听得热血沸腾 站起来跟我们一起唱 唱完一首又一首 还没有尽兴 校长问 谁的歌唱得好 独唱一个 辅导员赶紧推荐张子倩 说他歌唱得极为专业 音色独树一致 在网上粉丝众多 张子倩扭着步子走上台 夸大其词 做了一番自我介绍 给自己贴了许多高大上头衔 大家以为他要开始唱了 他又开始漫长地感谢 今天 我站在这个舞台上 心情非常激动 我要感谢校长 感谢辅导员对我的信任 要感谢同学们和粉丝们 对我的喜欢 校长咳了几声 张子倩同学 今天不是你的个人演唱会 这些省略吧 你直接唱歌就行 张子倩柔肠百节的嗓音一出 大家都紧锁了眉头 这种场合 在捏着嗓子唱 相当不合适 和西山岗万丈高 河东河北 阿亚熟了 才唱了几句 他又磕磕绊绊 忘词了 他不尴尬 我们替他抠出了三十一听 校长皱了眉头 挥手让他下去 这位同学 听说是个才艺网红 竟然唱成这副样子 这不是能力问题 是态度不端正的问题 军训完了 连手军歌都不会唱 还在合唱队里烂语充数 这样子的人 在成功 也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没想到 和颜悦色的校长 突然发了那么大的火 张子倩慌忙道歉 故作诚恳地对校长说 我想推荐陈小雨同学独唱 她的歌唱得非常好 没想到张子倩来这一出 她明知道 我感冒了嗓子发言 不适合唱歌 这一招 是想用我的沙哑 化解她的尴尬 这女人 无时无刻 在想歪点子整我 我走上台去 骆骆大方跟校长说 校长 各位诗友 我今天嗓子发言 不能唱歌 想跟大家朗诵一首黄河颂 光未然创作了黄河颂 再以此为蓝本 创作了黄河大合唱 我站在高山之巅 望黄河滚滚 奔向东南 惊涛澎湃 掀起万丈狂澜 着流婉转 结成九曲连环 从昆仑山下奔向黄海之边 把中原大地 披成南北两面 周遭逐渐安静 大家被我沙哑 却深情的朗诵所吸引 朗诵完毕 校长带头鼓掌 好 这才是我们大学生应有的风范 掌声如潮水般褪去 一位四十多岁的君嫂站出来问我 你就是 在网上开免费学习直播的小语老师 我点点头 君嫂激动起来 我是小柠檬的妈妈 孩子听了你的课 解决了偏科的难题 从倒数第三名升到了班级前十名 谢谢你 小语老师 旁边戴眼镜的君嫂也站起来 我也要谢谢小语老师 小语老师经常帮孩子们疏导心理 我的孩子青春气发胖 时常被同学嘲笑 心里自卑 小语耐心跟我孩子聊天 现在 我孩子的心态阳光多了 君嫂们很快围拢过来 七嘴八舌由衷感谢我 听着他们由衷的感谢 我心里暖暖的 眼角有点湿润 他们在家又当爹又当妈 每天都很忙碌 忙完工作和家务 没有时间和精力辅导孩子作业 我开的直播 解决了他们的大难题 我被簇拥到校长身边 校长的脸上满是错愕和惊喜 校长拍拍我肩膀 今天来之前 我就听同学们多次提到陈小语同学 大家夸陈小语同学吃苦耐劳 表现优秀 还在训练场上射中了兔子 一 校长怎么会知道这些事 大概是教官汇报的吧 看向教官 他连连摇头 我哪有跟校长说话的机会 校长不认识我 那就奇怪了 跟我妈混 研究多了人的长相 我拥有超强的人脸分析能力 看看校长的脸 再看看教官的 我相信他们有亲属关系 具体哪里像 我也说不上来 校长很快自报 打消了我的猜疑 你们发在学校贴吧的贴子 我都看到了 不过 我很少参与评论 害怕掉马甲 原来如此 校长好潮啊 是个可爱的老头 校长接着对我说 陈小语 军训优秀学员就是你了 希望你在接再厉 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 13 军训汇报演出的新闻 在电视台播出以后 很快上了本地热搜 网上掀起了关于颜值歧视的讨论 学习主播和颜值主播 你占谁 外貌真的那么重要吗 只看脸的时代该休矣 我和张子倩屡屡被拉出来做对比 网络社会 想身巴一个人太容易了 很快 有人扒出他天然美女的名号是伪装的 在欺骗网民 他整过形是大整 而非微调 有人扒出了他整形前的照片 整形前后的照片 差别非常大 堪称换头 张子倩在直播间否认 声称要发律师函 告网民诽谤 网友却爆出了他整容的医院 也就是我妈开的医院 还有人扒出了他的家屎 这天我上完晚自习 回宿舍的路上 张子倩柔声叫住了我 他脸色苍白憔悴 完全没有了军训期间嚣张的神色 千方百计打听道 给他做整形的医生 就是我妈 他扑通跪了下来 小雨妹妹 求求你 请你妈妈帮我出个鉴定吧 告诉大家 我没有在他的医院整形 我的脸是纯天然的 这几天 快被直播间的人骂死了 骂张子倩最狠的 不是路人网友 而是他的粉丝 因为张子倩之前营造的公主形象 过于深入人心 粉丝们特别失望 这就叫被颜值反噬吧 张子倩声泪俱下 对我连声道歉 我有点心软了 你先回去吧 我转告给我妈 打电话告诉我妈 她思考了一会儿 同意不出鉴定 我妈是个讲原则的人 不可能出假鉴定 不出鉴定 不置可否 就是帮张子倩 等热度过了 大家逐渐淡忘这件事 她名声就恢复了 不久 网上突然扎推出现了 有关我妈医院的负面信息 说我妈医术差 给人眼睛做成大小眼 鼻子做成朝天鼻 做出问题 直接把客户微信拉黑 说他们医院为招揽生意 捆绑网红炒作 张子倩纯天然的脸 甜美的微笑 绝不可能有过整形 打电话通知我妈 我妈说 她已经安排人在查了 但没什么进展 负面的帖子太多 东边灭了西边起 而张子倩装作无辜 小作文写得飞起 正当苦恼之际 林教官传对我一张关系图 标明了各个发黑贴人的真实身份 这些 是她对IP地址 发帖人习惯用语 粉丝构成等综合分析 得出的结论 不出所料 医院的负面信息 是张子倩花钱买的 好家伙 张子倩再次遗愿报德 我们是善良 不是傻 这次我们不会再原谅了 我妈立即在网上发布了一篇声明 回应了张子倩整形的事实 回应完事实 她写道 整形是为了变美 只要方式安全有效 实现变美的目标 天然美女和人造美女 没什么不同 不过 整形只能让外表变美 心灵美比外表美更重要 张子倩找到我 跪下抱着我的腿 从包里拿出一打钱 这些钱先给你 小雨妹妹 只要你妈妈帮我改正名 我还可以转50万 不 100万给你们 给你现金 不留痕迹 我懒得回答 无情踢开了她 张子倩欺骗网友的事实确凿 遭到全网抵制 负面信息不断爆出来 买粉丝 卖假货 装妇佳女 都是假的 她的直播间被永久封禁 同时被学校开除 与之相反 网络舆论给我妈带来了一大波好感 冲我妈精湛的手艺 和端正的三观 整形医院的生意好到爆棚 财源滚滚 多赚的钱 我妈实力支持我的免费学习直播 赚了一大笔钱 让我送给直播间里的农村留守儿童 14 下了晚自习 回宿舍的路上 我又被人拦住了 一时没认出来 竟然是军训教官林萧萧 她已经回到学校读书 皮肤白皙了许多 眉眼间退去了一些刚毅 评添了几分斯文 教官师兄 找我有什么事吗 有句话 我很想跟你说 因为害羞 她眼神有点闪烁 军训时候 他们说张子倩比你美 我是不同意的 还有吗 谁不想多听两句表扬 还有 我爷爷 也就是咱们校长 想请你吃饭 看来我猜准了 小伙子深藏不露 校长是爷爷 为啥请我吃饭 林师兄又害羞了 鼓起勇气 校长说 他想让你当孙媳妇